要出去是吧 再狡猾的狼 也斗不过老猎手 刘斌 你要出去 你请便 周清清 我有话跟你谈 谈什么呀 她是我老公 我们是合法夫妻 要谈两立起谈 那我们还是 合法母女呢 我就不能跟你说点 私房话吗 不行 说拆散我俩的话 就是不行 要不我 我我我 我决定了 陪我媳妇 是这样 我们整天吵吵闹闹闹的呢 真的是没有意思 所以我今天想清平契合的 和你俩谈谈婚姻的事情 首先这个男人 我不接受 不 你不接受 我接受 理论上是这样 但你是我的女儿 你的婚姻大事 我必须干涉 婚姻自由 乱妈说 别打断 阿姨 嫁何万事行 这个天下没有不适的父母 尊老爱幼是传统没得 闭嘴 周晴晴 周晴晴 你蛮种 要死要活的 把结婚证给领了 我没法跟你谈 我现在不跟你说 游斌刚才说的你听到了 家和万事兮 游斌 你总该有父母吧 把你的父母叫来 我和他们谈 我总得见见亲家 他们都走了 去哪儿了 叫来 过世了 妈 你这车过了话 从昨天说到今天了 来回说有意思吗 我知道您不喜欢的 但没用啊 我已经结婚了 明白吗 我明白 您现在心里 有一万个理由 但都没用了 大红本你也看见了 又不是假的 别说他父母在了 就是他父母今天在了 到这儿 你们大吵一架 又能怎么样了 我已经结婚了 他丑 他穷 他身无分文 一无所有 没用啊 明白吗 你也不怪他 要怪就怪您生了 这么个二货女儿 愿意倒贴 成了 你说得对 生了个倒贴的女儿 周晴晴 你是我亲生闺女 我绝不能看见 你往火坑里跳 你们俩领了结婚证 没关系的 亲戚朋友都不知道 你赶快就把他换了 你知道吗 你现在换了还来得及 你要是跟他生活几年 过两年再生个孩子 你后悔都晚了 你赶快去听我的话 把结婚证换成离婚证 我就当你 被狗咬了一口 但我绝不能让这个狗 把你给叼走 不是 不是 阿姨 你这话说得有点过分了 什么叫被狗咬了呀 什么叫被狗叼走啊 是 阿姨 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俩确实骗了你 我们不对 但是在干涉女儿婚姻 这个问题上 你这么过分地去干涉 是不是也不太对啊 游斌 我让你走 你不肯走 那你活该就听我难听的话 妈 你别说了啊 这婚 我是肯定不会离的 您要看不惯 您就搬回去 眼不见为镜 我不走 不走啊 那在这儿吧 随您便 游斌 上班去 来 走 上次前来啊 行了 我妈就那样 别太往心里去了啊 又不是让你忍下半辈子 就忍几天 你就看在钱的份上忍一忍 成吗 这事儿啊 从头到尾就是你不对 你说你干嘛非要结婚呢 是吧 结了婚呢 你妈就生气 当然了 你妈生气也是可以理解的 是吧 她一生气呢 她就怪我 还得怪你 你说你干的这些事 你为了谁呀 行了 她要不那样 我能弄出这些事吗 我都烦死了 好了好了好了 别理我 烦着呢 上车吧 大热天的 算我说错话了行吗 好了好了好了 就当我什么都没说 行吗 从咱俩认识到现在 你整天除了当了个脸 就是当了 要么就喝到了 要么就喝酒了 你以前不这样 不这样 又善良 又朴素 被逼的 是不是 逼到这个份了 行了 这事儿不怪你 也不怪我 更不怪你妈 你行了行了 别嘚嘚了行了 要怪就怪万哥的命运 这都成了吧 今天不仅值得了 我无所谓一老爷们 说深一句 说浅一句 怎么地都行 再说了 拿人钱财替人消开吗 再怎么说再 正也领了 你也是我老公 你做什么 我一定会支持的 喵 喵 他们俩离婚了 喵 他怎么 怎么会离婚了呢 曾在求被效力 八年的法国射手亨利 一字一楼票数两千 另外两个人 是前几个人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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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谁领悟呢 他俩呀 看 他俩挺般配的 对呀 是不是有小三了 不是他俩孩子吗 孩子归谁了 孩子归妈了 哪儿写着归妈了 写着呢吗 孩子归妈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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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晴晴 再出门 需不想要送你 怎么不需要 我先去保湿吧 怎么样 别愁没他 我再来